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 今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曾修文莫班畅阅亚洲电影大奖 其实手指头算一算 其实在电影上拿到的奖赏 就是寥寥可数 几乎都没有 所以今天这个奖赏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很大的鼓励 之而在后台就问起 Semi会不会做演员以外的岗位 他就说不会考虑 自己没有能力过 不想追 我觉得我现在 我的心态其实跟以前都没有分别 就是我不能骗自己 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诚实地 去聆听自己的内在的声音 然后我的声音就是 不要当妈妈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 很强烈要当妈妈的欲望 但是我看见身边的朋友 他们当妈妈有幸福 非常替他们高兴 但是我现在拥有的幸福 又是我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要走的道路不一样 之前你做宣传的时候 还说想生的 现在又说不生 你和安仔有共识吗 他也知道我是乱讲 因为我在家里也常常乱讲 当我兴奋的时候 尤其是气氛很好的时候 就会 可能就有点那种胡说八道 所以回家他就说 他就知道我都不是认真的 至于好友苏永康就宣布 他公开 他公开就可以讲 我还没看 但是在我们的群众里面 我已经看过他的宝宝了 所以非常恭喜他 我也应该会出时间去看看宝宝 这晚范冰冰就凭 我不是潘金年风口 冯小刚还说他是花瓶英后 其实我觉得 这个根本不是一件很冲突的事情 因为只是 世人把它想着觉得很有冲突 会不会漂亮的女生 不会演戏 或者会演戏的女生 不够漂亮 他们都觉得 这个是两者不可以统一的事情 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矛盾 因为我真的有很多很多 好莱坞的女演员 她又漂亮又很会演戏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只是 好像是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 但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可能它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完全是可以两者合一的